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汉字小课堂,我是星。 你们有姐姐或者妹妹吗? 我有一个妹妹,我认为有姐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今天我就来教你们说这两个词。 Take on the journey with the LBC,Learn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姐,older sister,第三声。 当我们说姐姐的时候,第二个姐要变成轻声,姐,像这样,姐姐。 妹,younger sister,第四声,第二个妹子也要变成轻声,像这样,妹妹。 当我们说姐姐妹妹的时候,一般用在口语和书面语中, 请问,你有几个姐姐? 当我们说一个字,姐妹,则更加口语化。 姐,我想吃冰淇淋。 要注意,在中文里,我们用姐妹来表示姐姐和妹妹,相当于英文中的sister。 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词。 姐姐,older sister,妹妹,younger sister。 记住了吗?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姐,左边是个女字旁,我们已经学过了,表示女孩。 右边是个且字,且,姐,表示声调。 右边很像一个衣柜。 想象姐姐有很多衣服要放在衣柜里。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一,二,横,树,横,折,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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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笔话。 我,妹,左边也是个女字,右边是卫,卫,妹,表示声调。 她长得很像一个带着蝴蝶结的小女孩。 我们一起来写一写。 一,二,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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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铁,那,八个笔话。 大家学会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趣的话,欢迎点赞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